各位好 今天本期节目我们又来说说 中国神舟十六以及中国登月计划 今天中国的神舟十六号载人飞船 圆满发射 并与天宫空间站完美对接 空间站上的6名中国航天员欢聚一堂 画面相当感人 对于神舟十六的成功发射以及中国的载人登月计划 德国媒体给予了大量报道 有部分德国读者认为 或许中国人在不远的将来将会让全世界真相大白 到底当年美国有没有载人登陆过月球 这一直是一个颇具争议的话题 但今天本节目不触及这个话题 我们来看看德国法兰克福汇报对神舟十六的报道 中国的航天梦想计划 一名航天员将登上月球 中国正在将第11个载人航天器送入太空 到2030年 北京想在月球上有自己的航天员 美国航天局对中国的月球领土主张提出警告 中国宣布在2030年前将自己的航天员送上月球的一天后 周二中国又进行了发射任务 神舟16号飞船从戈壁滩边缘的九泉航天发射场升空 这是中国的第11次载人航天飞行 自2003年以来 中国已经成为第三个依靠自己的力量 将航天员送入太空的国家 目的地是天宫空间站 该空间站目前已经全面投入使用 至少根据官方信息 三人称组首次包括一名平民航天员 他并非来自中国人民解放军 而迄今为止 所有其他中国航天员都是如此 贵海潮之前在专门从事航空和航天的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工作 他作为有效载荷专家飞入太空 中国国家媒体宣布 这次任务计划持续5个月 将侧重于有效载荷的试验 习近平 中国将成为航天大国 中国航天局副局长林希强周一宣布 中国将在2030年前 向月球发射一次载荷任务 林希强说 中国准备在月球表面短暂停留 由人类和机器人共同探索 他说 相应的计划已经开始 每年两次载荷任务的时间表 将足以实现我们的目标 林说 他没有给出更精确的细节 这也被看作是中国对美国宣布 在2025年底前送一名宇航员到月球的反应 这是自1970年代以来的第一次 今年1月 美国航天局局长比尔·纳尔逊曾警告说 中国可能在科学研究的幌子下 对月球领土提出主张 国家和党的领导人习近平提出了 中国成为航天大国的目标 4年前 中国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个 将飞行器降落在月球背面的国家 五九大楼在2022年的一份报告中警告说 到2045年 中国在太空的能力可能超过美国 美国排除了美国国际航天局与中国的合作 另一方面 北京几年来也一直与俄罗斯 在这一领域进行更密切的合作 在神舟16号任务期间 将进行两次对接和起飞程序 在几天时间里 这三名航天员的停留时间 将与在天空站上停留了半年的另外 三名航天员的停留时间重叠 然后将返回地球 还将有天舟5号 霍运飞船的对接和起飞 随后是神舟17号载人飞船的对接 这将是今年的第二次中国载人航天飞行任务 由中国人民解放军运营的天空站两年前发射 去年11月增加了第三个模组 第4个很快就会出现 德国时代报对此也做了报道 但引用的是法新社及德行社的新闻来源 与法兰克福汇报自己的素材不太一样 报道风格也有些区别 前面部分都差不多 衬组由三人组成 其中一人不属于解放军 而是一位科学家 我们看这一段 发射后仅18分钟 航天中心主任周立鹏就宣布发射圆满成功 神舟16号已按计划进入轨道 太阳能翻版也已打开 没有任何问题 我们跳过几段 神舟16已经是前往中国空间站的第5次载人任务 该空间站于年初开始正常运行 5月初一个货运航班将物资 食品 备件和600公斤的燃料带入太空 为三名新宇航员的停留做准备 跳过一段 中国已经计划在月球上建立一个有人 炙手的月球基地 中国领导人关注的是国家威望 但也涉及挑战美国的全球技术领导角色 2030年之前 中国还希望首次将航天员送上月球 而美国正计划从2025年底开始 通过阿特米斯项目进行历次载人登月任务 这两个航天国家都盯着月球的南极 怀疑那里有冰冻水 中国比美国有更长远的计划 即在月球上建立有人炙手的月球基地 中国也希望与俄罗斯等其他国家合作 这个天空空间站重约100吨 是出国际空间站之外唯一的太空前哨 国际空间站自2000年以来一直处于不间断运行状态 规模是中国天空的4倍 但已经老化 然而美国 欧洲和日本都希望把空间站继续应营至2030年 比最初计划的时间长得多 美国国会曾以安全为由拒绝中国参与国际空间站 中国航天计划强调 中国未来也将欢迎外国航天员进入其空间站 他说 比如与联合国航天局 欧洲航天局和新兴航天国家都有合作项目 中国还在开发一种可重复使用的用于未来进入太空的航天器 好 朋友们 看了两家德国媒体不同风格的报道后 我们来看看读者评论 首先看时代报的读者评论 第一位 这位读者对报道中这句话发表看法 美国航天局局长比尔·纳尔逊说 美国发现自己处于与中国的太空竞赛中 他的评论是这样的 又是美国了 因安全原因而拒绝一个联合项目 把对手关系带入太空是非常短视的 除了浪费资源之外 还有可能会在创新中掉队 德国至少还以某种方式参与其中吗 在中国登陆月球背面时 一些德国研究人员和工程师提供了传感器技术 下一位 在两天前的C929客机发布会上 论坛上几乎所有人都还在开玩笑说 中国人出了抄袭什么都不会 我们会看到凭借技巧和不择手段 中国人将达到顶峰 下一位 这种照片是PS过的吗 还是他们真的站在离火箭那么近的地方 如果是这样 那真是太勇敢了 好 朋友们 其中有些评论还在谈论报道中使用的词语 比如有航天员是来自军队的士兵 读者们认为这完全是多此一举 士兵当然属于军队 也有的网友在讨论中国人给天宫集飞船 取名特别有失意 而不像美国那样给他们的任务命名为 比如说阿波罗或者火星探测者 那么咄咄逼人或者名字太生硬了 好的 接着我们来看看法兰克福汇报 关于此报道的读者评论 第一个 是中国人既勤奋又执着 而不像我们许多德国人已经变得那样懒惰和肥胖 我们本可以早就上天的 但由于我们的优先事项不再是科学 所以一事无成 在社会科学和性别认同方面 我们将看到我们正变得越来越边缘化 不幸的是 这一点每天都在变得更加清晰 下一位 只有美国会暗示中国人想吞并月球上的领土 不要总是以己夺人 另一方面 每个登月的人都将宣称 月球的那一片面积专属于自己 但仅此而已 中国和俄罗斯在前几年宣布 他们将联合在月球建立一个永久性的基地 在国际上可以进行协调 卫星轨道也是如此 最后我们来看看德国国界电视一台的观众 及读者评论 第一位 大多数人甚至不知道有一个中国的空间站 下一位 那是什么来着 德国提供发展援助给中国 这还有必要吗 下一位 中国人飞向太空 德国人把自己的手站在街上 好 德国知识来说说这件事 去年突然之间冒出一个所谓的环保NGO 叫最后一代 Last Generation 他们为了拯救气候 把自己的手用胶水粘在街上 或者高速公路上 不让别人开车 这是我见过最脑残的行为 我一直认为如果这些人真的想拯救气候 他们应该从自己做起主动了结自己的生命 就不用再浪费地球的资源了 这就是最好的拯救气候 德国很多人非常恼火这个激进组织 后面可能是绿党或者某国的财团 总之德国读者对中国神舟十六发射 中国空间站及中国将要载人登月不太关心 毕竟与普通德国人的生活没有任何直接的关系 但对中国人来说 中国官方这么明确发布载人登月时间的消息 还是让我感到意外 按中国政府的办事风格 技术上估计已经解决了载人登月问题 比如大推力宇宙飞船 以及在月球上飞船起飞 入轨及自动对接等技术难关 估计都一一攻克了 或者有100%的把握 在2030年之前会攻克这些难关 如果某天中国能搞出C929大飞机 以及高端芯片 那中国确实是真正的实现复兴了 非常期待这天的到来 我觉得我有生之年能看得见 也能看见目前西方这些国家的衰落或崩溃 虽然从我私人角度来说并非好事 毕竟我自己拥有德国的国籍 但是我还是希望看到中国真正复兴的那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